好 来看看黄晶 之前梁思浩鼓励他开个YouTube频道 爆一下趣闻 结果他真的开了 拍了两集说星爺 最新一集爆料说回当年的千王之王2000不愉快事件 大家可能都听过 但今次由黄晶亲自说回 听到挺开心 我期待将来他会不会再拍一些娱乐女声秘闻 或者新篇的女声 大家感兴趣 亦用了一种很流行的 一个男一个女 老高与小利那种 当然他的女王子咸不是用小利的形式 亦是很聪明地去一抢一祸 做工一抹一搭 或者一些辅助 挺好的 而且王子咸现在大了 似乎更漂亮了 有种成熟了的味道 挺好的 王子咸的位置 王晶大家不知怎样看 我觉得都挺真诚地说自己心里的东西 不过他经常不知为何一直说 就会这样斩眼 频率是这样斩眼的 不知为何 只是习惯还是什么 有些人说 他不就是一直说大话 就一直斩眼 怎么也好 大家当些花生八卦听 第一单是他和昇爷早年的 说我留个老板开电影 八百万打一分 六四球 六四分奖 阿昇就是六 谁知道后来不是了 昇爷说要七三 然后再到八二 王晶也很滞 这一行就没有了 一直继续运作 谁知道 最后昇爷说我不想拍这套电影 就再见了 原来转头就和老板自己谈 这样也可以 其实昇爷他所有行为我都明白 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这么恨钱 王晶是有提到的 因为他自己心高气傲 弹得太快 有投资量 投资改善 试过和万达投资某些东西就是亏了 很等钱花的那些 如果你在这个演艺世界 他也是天才来的 能力很高 智慧想到的东西是很高的 很多人 这些人的眼中就好像林郭斌那些 你们全部都是垃圾 我觉得这句也是周星辞给林郭斌说的 是他的潜台词 以至王晶说昇爷很怕被人猜到他想什么 所以无论是食神 被你猜到还得了? 我众成世界的 我兜口兜面跟你说 你猜不到 这些都是在电影里享受说出来的 以至在赌合里面 赌合就是扮狗叫 或者给我一只招 永远不要让对手知道你想什么 这些不同性格人是真的会出现的 他永远就是想不到 让你猜到我还得了 我还是昇爷的 所以他眼中每个都是垃圾 所以自然有可能他未必恨钱 但只不过我能力高你这么多 我为什么要和你六四分 我还是八二分 一想不要了 没有必要和他合作 我自己做 这种傲戏令到他又做到少人足球 做到功夫 但王晶也导出了一个点 就是为什么他不再拍戏呢 他只是说了一个层面 就是他不想再见到自己的嘻嘻嘻 因为这年多还假扮搞笑吗 第二个逻辑我衍生 王晶就没有说 当然王子霞没有问 我自己衍生出来 你不假扮搞笑你就演文气 难道他没有这个能力 可能他也知道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或者怎样 我不明白为什么星爷 你可以不演喜剧 不代表你不演戏 梁朝伟一直在演戏 还在演戏 你可以演文气 演不同的东西 你是要演戏的吗 可能他更享受做导演 还是怎样 这个刘代王晶 会不会第三集再说 他说和这个人 你不要做一些涉及利益的东西 就还能做到朋友 后来他自己开始拍了 原来他说有一些戏 他找你力池拍的 他说你找你力池 就是他自己拍 原来是这样 力池原来是他的副手 大家很多时候以为力池的选择 原来是借一些导演的名字 其实实际是自己拍 另外他说 总之任何东西他主导了 就没有冲突 但如果他是被主导那方 就不够了 例如千王二千 又拍八变星君 然后他说出了一个重点 就是搜导记 就是全街的票房 香港 台湾那些都是 其实我最早期 我没有任何意欲去看搜导记 从来都没有看 后来真的 又不是说是否深奥 因为黄晶就是说 因为套戏太深奥 所谓的票房仆值 那些人是不懂得看的 都不知道他说什么 很闷 后来就红了内地一些大学圈子 内地很沉迷的西楼记 甚至里面那首歌都红了上大陆 盧冠亭那首 后来才逼自己去看 但是我比较不太喜欢看这类题材 所以一直都没有特别深入了解 他这个大作 精细的遗作 这个西楼记 他说应该可以拿两次影帝 他说拿一次影帝太少了 而且应该拿两三次影帝 以及应该拿两次的导演 他的电影现在越演越淡 就说西楼记里面 15秒转了7个表情 我们先去看一看 15秒转了7个表情 现在不是很流行说 大叔影帝级演技 或者士帝级演技 多少秒做了多少个表情 原来星爷当年已经15秒做7个表情 而且他说功夫开始 他已经愿意做配角 去带给其他人 去比位其他人上 他原来已经是享受这件事 即是做分球 即是自己不要进球 总之可以拿三四次影帝 王晶说 另外也很有回忆 他去回当年 张家辉 化骨龙 赌合那里开始出现 张家辉 其实是再前少 化骨龙与千年虫 然后赌合比较旧 然后连续拍了几套 黑马王子 那些 捧红张家辉 他想到不如找张家辉 拍星爷 就笑点 怎料效果是极差 原因是入边 就是他不配合 那为什么会接 原来当时等钱花 就说开一千万 不知道谁开 总之王晶说我给了一千万 拍七天 这是天价秀钱 七天拍一千万 那些人就计算 每天是八几万 但是期间他非常不合作 说星爷 就是完全不和人交流 大家演对手戏 各有各演 搞到张家辉很无人 可能张家辉那时候 红了上来 他不知道是不是又有些 妒忌心 还是怎么样 还是那种Ego 就是张家辉扮我 扮我改一点 我估计而已 所以他完全看不起张家辉 就是用这种方法对待他 但结果真的激怒了王晶 他一直在玩他 可能他说他唯一看得穿周星馳的人 他想什么都看得穿 他自古到现在 他都很清楚周星馳想什么 结果有一次王晶 就没有时间去片场 找了另一个去拍摄那一天 几乎打架 完全不合作 又会有这样的人 真的没办法 但他又可以 他天才大霸 你没有人缘 没有人物 没有人肯帮你 你多厉害都没用 不知道星馳想得通了 不过这个圈是没有的 没有人帮你 你够照的 或者够浅的 这个圈是非时面子 女人而已 你够浅够照的 有很多人主动献殷勤 你看到星馳自己 现在开IG 又在类备不同东西 但都是万公出世货 还没有什么眉目 之前最后的更新 就是搞一些女子少林足球 那类东西 我觉得这些未必看得好 比如有五月天 每个人都不知 举了五支 男的举了五支 女的举前举后 举起来 阿星耶 大把人很狠 那就试一下 他几十年都被人骂 全部都是不欢而散的 那就试一下 但总会有人试 这个圈是没有的 你够浅够非时 够权威 有大把人 每个新生代 那几个 都不愿意提到任何人的名字 总之大把人举手 你去看看 黄晶已经知道他这种东西 所以一早 头六天都拍完所有东西 第七天都玩弄他 那便借一些意 发他为 总之 你不用拍了 你今天不用拍了 你走 当众落他面 所以 可能真的累积了 仇怨 真是忍他 或者忍他 忍到今天 终于爆发了 他拍电影 他已经没试过这么爆 他说 你不用拍了 你马上跟我走 现场的人 就吓得傻了 没有人敢出声 以后都不用合作了 由朋友变成不再是朋友 黄晶就问黄 他说这个裂痕92年开始了 为什么会来到2000年才爆发呢 黄晶在一直忍让 黄晶 其实忍让就不可以 其实他叫到左 揹到飞 你需要他 大家护卫护理 这个圈 有需要便要忍 也没有必要他 玩到这么僵 这个圈永远 可能兜过大运 又是会合作 没必要搞到 完全 问候老母 打架离开 没必要 那些真是一世仇人 但是 你见到 最后都是要 近乎打架 就是落了他面子 对吧 就是我们刚刚今天 报了一个女子团体 Eric Koch做经理人 没必要 也不需要去到最尽的处理 但是Eric Koch就说 要特意澄清 他不是退团 是被我们踢走的 你想想多么不堪 才要说这句 你可以想到他们的关系 是发展了多少事情 黄晶才要用这个方式 去踢走他 近乎在全部制约组 工作人员面前 是落了他的面子 踢他走的 如果周星驰不要老皮 就打架了 真的 不过是劝开的 那么多人 那些都吃花生 一路隐让 有冲突 就尽量避开 他说了三四次 这句 有冲突就避开 但是当你要爆发的时候 你又不能软弱 要么就忍 到要爆发的时候 老爸也是假 而且他没有后悔 做任何事都不会后悔 做任何事都想得很清楚 然后周星驰如何 被我骂完 就转身 入化妆间 脱衣服就走 然后大家不敢出声 还有大家在忍笑 这一下挺有趣的 星驰是天才 但是天才总是会有种艺术家脾气 有些艺术家脾气 有些艺术家脾气 脾气得很大 这种大是出自他们会觉得自己是天才 为什么你们这么蠢的 为什么我想到你会想不到 因为天才和蠢才有一个研究 是其中一个重点 很有趣的 天才会觉得 这些东西这么容易做 应该个个都会做的 搞错 你为什么会不懂 他会生气这些 这些东西很简单 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我说什么 这些很简单 你怎么不明白 他就会问 但是如果 如果你说了一些 他自己都认为很简单的东西 那个人明白了 那便踏通天蹄线 但是容才就会觉得 譬如我做到一些很简单的东西 他会以为自己 你看我多厉害 我这些都做到 但其实他这些都做到 真的任何人都会做得到的 level 容才就会觉得很尖尖自弃 但是天才就会觉得 我做到应该你们都要做到的 为什么你们都做不到的 所以全部都是垃圾 一旦跟他回答不通 channel 他就会很生气 以前谷德超也有一个他自己的讲座说过 他那时候跟黄尖 跟尖叔出身入行那些 转转去到周星驰的家有喜事 顾德超就即场给了一些招 完全不行的 周星驰又顶不住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差的人 他要全部人都很厉害 很简单 你是美斯 当然美斯不是那么便宜 可能你是斯朗拿到这么好球 然后你身边说 为什么你来抢球 你怎么这么差的 他因为这些对手太差 他会是生气的 反而自卑的人 就宁愿对一些差的对手 大人欺小孩 最重要是赢 赢10球100球 他不理对手 其实是连球都不懂得踢的 他只是享受结果 你看看我数对方100比0 但是实际上他不会理会 对方原来是逼的 但是有一种人 就是星驰这些 他会嫌对手太废 而不想打那场播 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废 怎么一起玩 他这些人全部都是精英 但是这些人又大事 你这些人太厉害 他又觉得既身如何身量 你明白吗 总之是艺术家脾气 天才艺术家的脾气 那时即场就 验鱼高德超 他就看着戴高德超的 那个监制或导演 他说这个肥仔 是不是来学一下东西 学师学徒 还是什么 他是不是应该在这里 总之给一些很难听的 说话 软性的暗招 高德超就发愤 你看到他也不是宅人 高德超 做过周星驰的电影的导演 又做过成龙大哥的导演 他也不是留的 所以周星驰很有趣 大家又可以去西味一下 你又会觉得周星驰在你眼中是什么人 大家可以留着字 去闲聊一下 今集 闲聊来到这里 有什么想法呢 在下面留言 感谢大家收看